第四位 终于上完驾训班 现在你拿到驾照了 并准备好开着车离开 当你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在方向盘后 作为驾驶 第一次踏上心理程时 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但是这样除了兴奋外 成为驾驶的同时还要负起很多的责任 虽然一开始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学会如何处理特定情况可能会救你一命 你可能好奇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让我马上进入主题 但先从基本开始 当你拿到梦寐以求的驾照后 你便能开始阅读驾驶手册 这可能会让你有点气馁 但在那之后好玩的就来了 那是什么 你可以在停车场第一次亲自体验开车 如果你开得好你就能上路了 你甚至可以在考上当天就上高速公路 但是先不要操之过急 因为按照自己的步调来 才是成为一名驾驶的关键 作为一名新手驾驶 你所获得的简单经验 可能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所不知 但同时 你的脑海里会有一种讨厌的声音 像用着父母的语气对你碎念 身为一个负责任的驾驶 我学的真的够多吗? 碎念的声音很有可能试图警告你 你需要更多经验才能真正的变得更有自信 而且 它可能是对的 当然 为了知道该如何应对 你需要先经历很多情况 但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一些很棒的例子 可以帮助你做好准备 第一 在恶劣天气下驾驶 无论在下雨、浓雾、冰雹还是雷雨 听起来都很有趣吗? 你应该要知道的是 恶劣的天气条件会影响你的驾驶方式和车辆的状况 只在天气晴朗时开车是不够的 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开车 才能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所以 不要害怕在恶劣天气下练习开车 只要更加小心就行了 例如 下雨时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 这能帮助你看清迎面而来的车辆 也能让视线变得更好 事实上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 法律都要求在下雨时得打开大灯 当你在大雨中驾驶时 请开慢一点 正如我刚刚说的 在这些情况下你的能见度十分有限 而且 还有另一个危险因素 打滑 大多数车辆都是靠轮胎和路面间的摩擦来改变方向和速度的 你在轮胎上看到那些凹槽 就是设计要消除轮胎里多余水分 进而使轮胎在潮湿天气中能保持足够的摩擦力 但在大雨期间 轮胎无法排出多余的水分 因此 前轮中的水压迫使大量的水分跑进轮胎的前缘 使轮胎被抬离路面 之后 轮胎便在路面上打滑 有时甚至触不到地面 如果由于道路上的大量积水导致所有轮胎都发生这种情况 可能就会导致轮胎失控 没错 这状况很糟 缓慢行驶可以让轮胎有更多时间排出水分 并抓回摩擦力 并而防止发生事故 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时间恐慌 必须要快速行动 首先 让脚离开油门 并且不要试图猛踩刹车 因为这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打滑 你要做的是 抓紧方向盘 并尽量保持直线 几分钟后 你应该能够再次控制车辆 有时候 这些情况可能会吓到新手驾驶 因为他们可能想参加一些防御驾驶课 获得一些恶劣天气条件的驾驶经验 事实上 美国各地的大多数赛道都在推广这些课程 让你可以在湿滑的道路上行驶 并帮你在疯狂打滑中恢复控制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趣 然而 这也不代表着当天气很好且阳光丰烛时 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太阳也会引发事故 例如 你要下山 阳光直射你的眼睛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炫光 害得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并导致事故 或让你没看到其他开过来的驾驶 结果都很惨 因此 请记得戴上太阳眼镜 并在需要时打开遮阳板 但这还不够 确保在这种条件下要开慢一点 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在需要时做出反应 此外你要知道 炫光会让你短暂失明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请停在路边等视力恢复 且不再模糊 说到模糊 我们也别忘了 在雾中行驶有多困难 起雾常常是出人预料的 尤其是在秋天 星辰道路周围会出现一片薄雾 在这种情况下 开启大灯并保持警戒 另外 请确保与前方车辆间留出更多空间 因为即使你正慢慢开 它们也可能会突然刹车 而且 因为能见度很低 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车停下 第二 夜间驾驶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 恶劣天气条件的应对 让我们也不要忘记 夜间驾驶时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 即使对自己的驾驶技巧充满信心 也在晚上多开几次 让自己更熟悉 你肯定会注意到 晚上的风景和道路 看起来不太一样 其他东西的位置看起来都怪怪的 你应该记住的是 当遇到一面而来的车辆时 将车辆的灯光调暗 被其他人的远光灯致盲 而驶离道路是非常容易的 如果你开着强光在其他车辆后面 也可以把它们调暗 因为你可能使面前的驾驶 被自己的镜子反光致盲 而显然的 在晚上驾驶时 一定要按照或低于限速 以避免发生任何意外 当你超速时 特别是在晚上 很可能会超出车辆所需的安全刹车距离 有时候 路上可能会有行人或动物 直到你很靠近他们你才看见 所以 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保持安全 夜间驾驶时要实时保持警戒 第三 始出路面 现在我们已经谈过那些你需要更加谨慎的情况 让我们继续谈谈 车辆意外始出路面时 你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幸运的是 车辆在某些情况时 是比较可以应对失误的情形的 而始出路面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不要惊慌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脚离开油门 并试着将车辆引导到路边 你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 避免猛然转动方向盘 当车辆牢牢的卡在路边时 这样做可能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你要做的是冷静而稳定的引导车辆回到路面上 第四 让我们来谈谈市区驾驶 市区驾驶可能是你经历过最难的驾驶环境之一 不是因为它让你很难控制车辆 而是因为很难预测和控制身边的其他车辆 而且别忘了 在市区开车会让人多么紧张 当你在市区开车时 全程都要保持警戒 不要让自己失去注意力 并且留意行人 因为他们可能无处不在 当你在这些区域开车时 你能学会如何更好地面对车潮 红绿灯 交叉路口 和单行道 但是 当你有与其他车辆互动时的充分驾驶经验 你就能更理解自己的驾驶能力到哪个程度了 第五 别忘了 周际公路 现在让我们离开市区 开往周际公路 这比看起来还要难哦 在周际公路上行驶会让你理解 在交通庸色时开车是什么感觉 你能从中学到的一件事是 如何进入其他车阵中 正确变换车道 以及如何离开 当你变换车道时 你要查看镜子来确认是否有高速车辆和摩托车 从你身后接近 你也应该学会往后看 确保盲点中没有任何车辆 打出方向灯 缓慢而稳稳地进入其他车阵中 好的 各位经验丰富的驾驶 你会给刚拿到驾照的人什么建议呢? 请在下面留言中告诉我吧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就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 等等 先不要进快车道 我们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可以查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 然后享受吧 留在亮生活